哈喽大家好我是刀车请故意 只做有意思的交质 本期视频我们来做一个 神奇宝贝里面的精灵球 这个我们小的时候都叫它神奇宝贝 但现在应该是叫精灵宝可梦吧 去吧比卡丘 这个立体的比卡丘呢 我们下期再做 本期我们就只做这个精灵球 回来吧比卡丘 嗯 回来吧比卡丘 嗯 比卡丘是回不到精灵球里面去的 好下面我们开始来折 折这个作品呢 我们需要用到两张正方形的纸 我们看这个球 它有上半部分和下半部分 上半部分呢 最好用一面红色 一面黑色的 但是我没有这个一面黑色的纸 所以说我用的是 两张都是一面白色一面红色的 好我们先来折盖子的部分 第一步呢 让白色这面先对折自己 先沿边的方向 做一个十字形折痕 然后左右两边向中心对折 然后上下两边向中心对折 然后我们先看上半部分 把这个打开 把这个正方形做一条这样的对角线折痕 这边做一条这样的对角线折痕 折完之后呢 把上面向下压平 把这个脚顺势先上折 向下压一下 把这个脚立起来 手指伸进口袋里面向下压平 好另外一边同样 折到之后呢 我们旋转一下 和刚才一样的折法 我们看一下细节 然后呢我们先这样 把上面这个纸先上的对折 把它还原 这样我们就得到了一条中间的这个折痕 是吧 另外三个都折出这样的折痕 接下来呢 我们把下面这个角 向着上面这个折痕的焦点对折 好 另外三个角都这样折 然后呢 都折完之后呢 我们把刚才的这些折痕 这里啊 都可以向里面折 看到了吧 然后我们把这个角 向这个中心对折 好 另外三个角都这样折 然后呢 我们注意一下 把它这样对着自己 然后先沿水平方向 做一个对折 这样拿着 看懂了吧 然后把这个角向里面推 重点是把这个折痕压出来 压一下 然后再打开 另外一边同样 然后转过来 同样的也是 这个角和这个角 向里面推一下 好了 折到这里是不是已经 折得像一朵花一样了 但是折了这么多 看起来也不像一个球啊 不要着急 接下来就是一个神奇的时刻 知道为什么有把镜头再拉远吗 有一些聪明的同学 应该已经想到了 就是我要把它都打开 打开成这个样子 有的同学一看到这种都是折痕的 就蒙了 不要蒙 跟我一步一步折 其实很好折的 我们先把它分到背面 然后让一个角对着自己 注意看这张纸的折痕 我们看这里 这里 这里 还有这里 这是四个小正方形 记住这四个小正方形 我们将这四个小正方形的中心点 分别向左右折出折痕 可以这样 把下面的角向上折 折到这个交叉点处 然后下面这里呢 从这个交叉点向外边压平 这个交叉点就是 那个小正方形的中心点啊 另外一边也是 回源 看多出了两条折痕吧 然后上面这个角 向下面这里对折 好 折完了 把下面这个角 沿着折痕 一次一次向里面卷 折的第三次 第四次 折到这样 然后上边也是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现在还能看清 我刚才指的那四个小正方形吗 就是这个 这个 看好了 我们把正方形的这条边 和这条边 先捏一下 把它捏起来 正方形的中心点应该是向下去的 我们左手捏住这边的边 向里面推 看懂了吧 由中心点向上引出的这条线 也是向里面去的 我们先这样推 上面的部分向右边靠 这里形成一个三角形的一个坑 看到了吧 然后翻到这边看一下 这个立起来的部分向下推 看到了吧 折完之后是这样的 之前是这样的 然后我们把它向里面推 让它靠在一起 放在一个正面 看明白了吗 没看明白 我们折下一个 一样的折法 把这条线和这条线捏起来 然后右手拿着这个 向里面推 向里面靠 这边呢 我们这样 把这个靠在这个三角形上 这样它就立体了 看到了吧 是这样的 我们沿着线 把它先向里面折一下 然后我们沿着这条线 再向上翻上去 把左右两边这里 这样撑开 向上折出一个三角形 这边也一样 这样它就已经很牢固的锁在一起了 就不会散了 好 接下来我们折这两个正方形 折法是一样的 好了 折完之后是这样了 我们先这样拿着 翻过来 然后我们看下面这里 我们把这条边向里面对折 对准这个点 看到了吧 这样折一下 另外一条边呢 折一个一样宽度的 我们可以看这里啊 这个点可以对着这个点 就是这个小正方形的对角 然后沿着这条线 把它向上折一下 翻到这边看一下 上面这条边 向着中线这样对折 折一个大三角形 把另外一边同样 好了 这样一个半球体就做好了 这是它上边的部分 好了 我们先放到一边 下半部分呢 前一半的折法 跟上半部分是一样的 我们拿出一张纸 唯一的区别就是 它的颜色是相反的 我们折上半球的时候 是白色一面朝上是吧 这次呢 我们是用有颜色的一面朝上 然后开始同样的折法 折到这一步的时候 就是我们这 侧边的这四个角 已经向里面推完了 压完了之后 下一步开始打开了 我们还是翻到背面 一个角对着自己 把中间这四个小正方形的中心点 向外边连几条线 好了 到此为止都是跟上半球一样的折法 如果记不住的话 你可以从头再看一遍 接下来的地方就有一点不一样了 注意看 我们把这个角 向第一条纸盘对折 它这个宽度 就是刚才我们折上半球的一半的宽度 然后继续折 这是第二次 向上折 第三次 向上折 第四次 第五次 第六次 好 折六次 然后用同样的方法 将这个角和这个角都这样折 好 折完之后 我们这样 看中间这四个小正方形 同样的 我们把这个边先捏一下 然后将这里 向里面推 推在过程中我们看 这里其实是有一条折痕的 这边是没有的 这个有折痕的这块 它应该是一个凸起的折痕 我们先这样向里面靠 然后看背面 用一个手指 将它向里面这样推一下 把正面这里这样推起来 它会形成一个三角形 看到了吧 背面是这样的 如果没看懂的话 我们再折一个 我们再折一个 我们看啊 这样 你先里面推 用另一个手指头 把它向有折痕的这一面靠 看这一面是这样的 好 折完之后 我们看上面这里 把这个边塞到这个边下面 好 然后我们转过来 这两个小正方形也都这样折 如果你折的时候这样啊 可能这样了 你不知道该怎么调整 你记住啊 这个小正方形的 就是对有线 它都是向里面去的 好了 现在都折完了 折完之后呢 是这样的 下半部分啊 这里有一个 就是多余的地方 是为了和上半部分相结合的 我们这样 把这两个角 对齐 它们两个角是完全对齐的 看一下 好 对齐之后 先沿着痕 这样向下 折一次 上半部分其实是没动的 只是跟它对齐了 然后再 向下折一下 然后沿着这条线 我们再整体向下对折一次 好 然后我们把这个角 塞进这个下面 这边同样 其实这样就已经组合好了 我们在第一次盖它的时候 可能不太好盖 总是觉得下半球 好像和上半球一样打 或者是比上半球还大一些 那它怎么能盖住呢 这里我要说明一下 就是这个球我们折得越精确 它就越好盖一些 再一个就是这里 我把它压得更整齐一些 就多压一压 把它向前这样压一压 然后在盖的时候 我们先保证 从后往前 它的边都是在这个里面的 让它能进去 感觉要盖不上的时候 我们在这个边的位置 让它向里推一下 慢慢的都进去之后 就像这样 向里推 现在就把它都压进去了 我现在折的这个呢 可能做的比较着急了 有些地方可能没有对齐 就是不是那么好盖 看我之前折的这个 方法都是一样的 这个就稍微更容易一些 就很好盖 反正你要有时间 就多耐心折一折 然后这个部分呢 你看我折的这个球 这个是自己用笔涂黑的 可以拿出你的写色的笔 或者是彩色的笔 把它涂上就可以了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刀车醒故意 只做有意思的热纸